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猪妈妈 今天下午又来煲汤了,煲一个黑豆鱼汤 很多朋友说我煲的汤是乱煮一通的,很奇怪 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下我煲的这个汤其实很营养的 对女生男生都非常好 上次买散装的黑豆 买回来发现很多小颗粒的东西 哇,里面原来有好多虫啊,吓死了 搞到我现在还是买独立包装 这个在楼上买的,每一粒都非常的饱满 我先炒一下黑豆先 黑豆对男生女生都非常好 易干养肾,滋阴补血 黑豆除了对圣豪还有对我们的头发也非常好哦 炒这个黑豆没那么快炒好的 那我趁这个时间呢,就先洗一下红枣 这一包红枣是上海一个姐姐给我寄来的 还没吃完,这个红枣真的非常好 煮出来的汤非常甜 有时候我还用来包红枣水 有些朋友说我的气色为什么那么好 因为每次来玩大姨妈我都会吃一些羊鲜的汤 也不鞋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帮助的 炒了十几分钟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炒之前其实不用洗的 你在吃之前洗一下可以 如果不怕上火的朋友还可以加一点姜丝或者姜片一起炒 炒好了以后呢,这样子也很好储存 平时泡水喝都可以 这一次煲汤我就用半碗黑豆 拿去简单清洗一下 有些朋友说黑豆煮一两个小薯豆煮不软 你看我又轻轻洗了一下 这个皮都快脱落了 豆子也有一点点软,因为炒过 这样子煮出来的豆子呢,没有豆腥味 还很容易煮开 煮软 泡了一片橙皮 等一下一起煮 今天早上吃了一点白粥 还吃剩那么多 黑豆放凉以后可以用这种密封的盒子装起来 先把黑豆红枣放锅里面煮三十分钟 很多朋友会选鲸鱼,我感觉香港的鲸鱼没味道了 还是选择红山鱼 把旁边的翅跟尾巴剪掉了 这样子看上去更加的顺滑 然后眼睛呢都选黑黑的,水汪汪的 看上去很有精力,很鲜鲜 来,起锅烧揉,加一点盐巴 先把鱼煎一下 准备了一根鲜淮山 这个有健脾的作用,也先煮一下 朋友们,我这个汤不是乱煮的 这个汤已经煮过好多次 很成功了,我已经试验过 后面还加了两个鸡蛋 我喜欢煮出来的汤是奶香奶香的 啊,弟弟起床了 睡了两个小时的午觉 他再简单的吃个下午茶 鱼下锅40分钟就煮好了 这个汤真的太鲜太好喝了 好了,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加关注 感谢收看